哈喽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走势 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呈现了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 在没有任何消息面更明朗的态度和更明确的方向感之前 大盘还是呈现了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之所以说是弱势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看现在指数的运行结构 还是在多日的下跌的低位横盘运行震荡 盘中的话呢,几度向上试探 我们在盘中至少看到了四次向上试探2620点 甚至于是2630点的过程 但是呢,都是无功而返 尾盘的话呢,还有一个快速向下刹跌的过程 虽然没有收到日内的低点 但是呢,今天已经是3月28号 距离呢,本月的收盘只剩明天的一个交易日 那么距离本季度的收盘 也就是说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的收盘呢 也剩下了一天的时间 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看2018年的开盘 大概在2685点 那目前的话呢,是2604点 那么这个线形的实体呢,大概有80个点 上影线呢,是将近200个点的上影线 2875 所以说呢,有200个点的上影线 现在呢,有80个点的阴线实体 基本上收在了本季度的最下方 所以总体上来说呢,从季线上来看 这个线形收盘价即便强力拉抬到2685点 那么也呈现了一个上影线极长 200点上影线 然后将近100点的下影线的这么一个十字星 如果明天有强力收盘动作的话 那么如果不行 还是维持在低位 甚至有颇位走势 那么季线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好看了 这个季线也是我们从666点以来收的线形 最不好的一颗线形 那么月线的话呢 咱们三月份的开盘大概在2720点左右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收盘是2604 下跌了102点 上影线的话呢 也是一个将近100点的一个上影线 所以总体来说呢 三月的底明天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是我们月线季线的这个收官之作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给后面的这个行情定了一个基础的基调 即便在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有所反弹 但是大家呢 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么美元今天呢 呈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 但是呢 在90点上方 那么有预阻动作 预计的美元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反复之后呢 还会维持中线 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走势过程 那么如果美元持续的走低 大趋势向下的话 那么会给黄金原油带来了相应的机会 那么黄金的避险的作用也会体现出来 原油的话呢 本身就已经把多年的前面的高点已经挑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 原油在突破了55美元 突破了61美元之后 那么现在呢呈现了一个相形震荡 等待突破的一个格局 所以呢 原油产品我们还是继续以看多的角度去看 原油产品 比特币的话呢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投 基本上是维持在8000美元附近 总体上我们如果从长期的下跌的这种趋势上来看 我们给出的波动区间呢 是7500块到11500块之间的一个大的相形走势 所以目前的话呢 对于比特币来说 7700块这个位置应该保住啊 然后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 即便上涨的力度弱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维持大相形至少呢 还能够保持一个平盘的一个格局 为将来呢 这个炒作留出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如果这个位置破掉的话呢 那么我们终于就要看到比特币的一轮 再次的下跌过程 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次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呢 持续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石盘VIP直播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